Hello 大家好 進來的朋友 打個招呼 讓我知道你們到了 今天如昨天所說 我們會說和抑鬱症有關 主要針對什麼草本可以幫助這個情況 等多幾個朋友進來 現在我身處的地方就是我的房間 我看到好像有三隻眼睛進來 進來的朋友請說一聲Hi 讓我知道你們的存在 和大家聽得清不清楚 OK 到了就說一聲Hi 大家是否在 Hello Hello 可以嗎 有沒有人在 OK 我看到你們加入了 看到一些心心和剔出來了 OK Mavis Hello Hi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分開兩節 Hi Kenny Hello 你好 Maggie 你好 我們分開兩節去說 第一個就是我剛才有跟上來店裡的朋友說 Hi Frida 沒見了 我覺得直接說 不要把所有東西 除了不要政治化之外 也不要宗教化 我怎麼這麼說呢 就是我試過做 可能一兩次的討論當中 有人說 你自從說了麥倫之後 我太太就不聽了 或者是我教會的朋友 或者怎樣就不聽了 他們就一心很認為 麥倫是完全是古印度過來的 一定是跟印度的教有關 一定是V1 一定是不好的 其實我想說 身體就是身體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佛教徒 我會不會覺得 我是佛教徒 我生病就是病的 我生病就是我的因果 我便不用治療 我任由他 我不會這樣想的 你明白嗎 我會去吃藥看醫生 當然我盡量 聽我節目的人都知道 我盡量避開不想吃藥 不想看醫生 我曾經用一些天然的方法 去增強自己的身體 因為你 其實你看我講很多次的事情 你的身體不是因為你吃了藥而好 你的身體是因為吃了藥 而那個症狀被壓制了 你的身體是有機會 沒有那麼辛苦 可以休息 是靠他自己本身的抵抗力 本身的復原能力 如果是藥能夠令你好 那沒有人有愛知 你明白嗎 愛知是因為先天的免疫力出了問題 受到病毒破壞 所以不要繼續以為是藥會令你好 藥是不會令你好 只是令你沒有那麼辛苦 然後你的身體就可以自己去處理到這件事 所以真正最大功勞的那個 依然都是你的身體 我剛才說的例子就是 我不會因為我是佛教徒 我相信有因果 所以所有的病都一定是因果病 我有這個因果我就要承擔了 所以病就由他病 我不會 因為在同時 你有人生難得這件事 你這麼難得得到一個人的身體 從佛教的角度 我是否要好好珍惜一個人的身體 我還生猛 還存在 或者你儒家思想 你是應該要照顧好你的身體 因為身體是受諸父母的 所以不是所有東西都要宗教化 或者政治化的 你們都記得那個故事 就是一個人好像是水浸 然後有一個人出現 我撐你走 我有隻小艇 他說不用 上帝會派人來接我 然後如是者隔了一會 水越來越高 然後第二個人經過 我開車 我撐你 他說不用 上帝會派人來救我 第三位出現 他說不用 到他上了天堂之後 他問上帝為何沒有派來救他 他說有 我就派了三個 那你也有 那你也有 那個幫助的形式 未必是你心目中要的天使 你知不知道 Archangel Gabriel 或者Archangel Michael 他可能是一個街邊 一個普通人 在你最有需要的時候 說一句話 即是說話是Medicine 包括大自然 我看了一個documentary 很吸引的 那個documentary 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那時候 羅斯福 他25歲的時候 即是美國總統羅斯福 他25歲的時候 他童年 童日 是喪母 和喪妻 同一天 很慘 他簡直是萬年俱灰 很不開心 他簡直是想死 喪失一個求生意志 人生 媽媽有沒有賣老婆 有沒有壞 最後他去了森林裡面 他就在這個wilderness 野外 在大賤的懷抱裡面 他獲得療癒 OK 這件事情 當然你問我 就是 你任何宗教都套下去 但自然 mother nature 是孕育我們 給我們所有要的東西 所以 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去大賤走一走 好嗎 就是 可以療癒到羅斯福 為什麼療癒不到我們呢 可以的 你說科學根據是什麼 就是 其實人體 如果缺少負離子的時候 人是會瘋癒到的 這個是科學的 你說 我住在銅鑼灣 我怎樣整天都可以有負離子 有一些好像這樣的器材 這是我私家的 大家不要猶著它 記住 這一個 就是一個金字塔 裏面就是寶石級的水晶 加黃金 這是我自己的 為什麼你看到藍色的石 是我的喉輪藥 你看到 密密麻麻很漂亮 這是我私家的 這個organite 本身 就是 它會不斷釋放負離子 等阿姐在辦公室 做到三間半夜 都不用這麼瘋癒 因為我現在做完節目之後 我就會下去吃我的第一餐 接著 我就要繼續回來 繼續做 做 做到半夜三間 可能三四點 這樣 ok 所以 yeah 你是要做一些事情令到自己開心 而每個人做令自己開心的日子都不同 你可以去郊外行 which scientifically proven 就像剛才所說的 複離子可以令到你的心情愉快 另外有一件事 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叫做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這是什麼呢 是跟天氣有關的 比如說 陰天的時候 心情會特別差 或者冬天的時候 心情會特別差 那一種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其實是連結到憂鬱症 其實它那個症狀就很像憂鬱症 就是說 個人 寡寡寡 提不起勁 心情不好 不開心 然後好像對什麼都沒有興趣 但是你發覺它不是長年 是去到沒有什麼陽光的時候 而且天氣冷的時候才會這樣 那我就 找到了一些文獻 醫學的文獻 我就發現了一件事很精彩的 ok 你發覺 抑鬱症 depression 這個字 我相信這一種病 就傳染了很多年了 人類從史以來都有 但是 為什麼我們發覺這個字 會是英文depression 和西方醫學 將它正式 將它 納入成為疾病的一種 你發覺原來 我之前也不知道 我看醫學文獻才知道 原來百人 他們的身體裡面 是多其他人種 超過八成的線粒體 就是 因為我混血 我一半是白 可能 我不能有好的準則 但是 比如一個 真是白人 白人 比如北歐的白人 比起一個黑人 他真的會多其八成的線粒體 如果新聽節目的人 未必知道什麼叫線粒體 就是 你身體每一個細胞裡面的能量工場 它就是幫你產生能力 所以有些人 是線粒體的病變 因為現在就是 那種人 成癒癌症 即是 長期都很累 而他有四肢 我聽到那些人 分開一個例子 他喜歡 在床上 是 垃圾都有困難 洗澡 洗澡 到廁所都還有困難 他是全身無力的 因為它的線粒體不發生任何的能力 但白人多了八成 難道上帝做人特別 得天獨口對白人特別好嗎 原來不是 它為什麼會多八成呢 是因為它們不夠黑色素 Melanin Melanin做了什麼呢 其實它是把太陽光吸進來之後 將它轉化成你細胞可以用到的能量 所以你聽起來就覺得 解釋到為什麼會有SAD Sed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就是受到季節影響的抑鬱症 簡單來說 因為太陽光吸進來之後 是會被轉為我們叫做新陳代謝能量 Metabolic Energy 但是白人因為它沒有Melanin 它不是沒有太少 所以它身體為了進化 為了能夠產生到Energy 所以它就多了很多線粒體 但是線粒體又受什麼影響呢 線粒體也受環境飲食影響 如果你的飲食裡面是大量的 就是Junk Food 垃圾食物 即食物裡面是沒有養分的 你會說不是的啦 我已經每次都有機了 我吃紅蘿蔔 吃西蘭花 但是I'm so sorry to say 即使你真是很有心跟得很好都好 由於現在的泥土很貧積的 現在的泥土過度開朗 用農田不斷耕種 不斷耕田 而它現在的施肥方法 不再是以前的有機耕種 而因應大自然的周期去耕種 所以它用那些 用phosphate 中文叫輪 中文的那種肥料 它並不是泥土本身天然 它最喜歡的肥料 譬如說木材 樹木爛了 死了 它回歸回到泥土 或者是人的骨灰 動物的屍體 並不是一種有機的肥料 是化學的肥料 它並不是真的能夠滋養大地的養分 所以現在耕種出來的食物 其實養分比起以前 有明顯顯示是相差很遠的 我們說一九零幾年 versus 現在 再去一百多幾年 食物裡面的養分有很大的差別 OK 所以就算你吃得很好也好 你認為 但是你的mitochondria 你身體裡面的線粒體 記住我們不是白人 我們不是有他們那麼多 而亞洲人又特別不想曬太陽 因為怕出斑 因為我們都有黑色素 怕出斑 我們就避開太陽 不想曬太陽 經常在辦公室工作 又見不到太陽 見不到光 但我們線粒體又不夠多 我們吃的東西又增加食物 你的身體產增不到這個能力 那你就越來越瘋了 OK 有一件事很精彩的 就是我看的時候很開心 就是 葉綠素 我們小學的時候 這件事就是植物用來做光合作用的 這個植物做光合作用 它就是會幫助 可以令到它產生養分 植物只需要 可以有水和太陽 它就能夠生存的 原來人都需要葉綠素的 這件事就解釋了 其實為什麼吃齋本身 不是人類真的構造應該做的東西 意思是說 你人吃齋 它是會缺少了 不能夠吸收到完整的 安基酸和完整的脂肪酸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吃了齋 真的覺得好了很多呢 因為他身體裡面的葉綠素的水平 大量增加 咦 葉綠素水平增加 現在關我Depression和Energy什麼事 原來就是當你食用Colifil 即是葉綠素的時候 它是幫助你製造能量的 OK 這件事就是很棒的 它增加了多少呢 就是增加40%的Energy 而這一個很棒的 它的40%的Energy 它是會中和游離機的 即是你說我跑步也有很多Energy 但是你跑步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產生了很多游離機 或者叫自由機 它是會攻擊你的細胞的 但是你發現原來我不是去跑步 但我吃多很多深綠色 大家聽到這個節目 聽了一段時間會知道 我經常說深綠色素材 深綠色素材多的是什麼 葉綠素 Colifil 還有多的是Magnesium 它就會令你的身體 增加很多的Energy OK 那你說奇怪了 為什麼會這樣 OK 其實呢 那個原因就是 那些光照下來的時候 葉綠素會把它轉化回 OK 它怎樣轉化呢 這個是新的 新出現了一大批的醫學文獻 是說這件事 就是太陽光曬下來 OK 會變成維他命D 維他命D 幫我們吸收鈣質 留住鈣質 OK 好了 但是呢 但是我 為什麼我曬極 我出了雀斑 但是呢 醫生還說我 醫藥不妥 那天不妥 因為你需要 你需要維他命D 除了太陽之外 需要膽固醇 這一班醫生沒有跟你說 你明白嗎 OK 所以如果你吃膽固醇藥 降膽固醇藥 你只是曬太陽 那你沒有原材料 你又何來有維他命D 生產出來呢 那所以你就說 我曬了太陽的了 但是我還是瘋狂 因為背後的原料不夠 OK 那你發覺就是 這個太陽光 Sunlight 幫助我們的身體 去power 我們的basic cellular machinery 就是我們的細胞 它裏面的工廠 OK 細胞的力量 OK 尤其針對線粒體 那所以你想想你吃的東西 它吸不吸光呢 是很大的影響 很有幫助的 你看看就是說 就算在植物上 我們知道有光合作用 原來人類都是的 就在animals都是的 在animal model 我照讀給你聽 What it has been shown in the animal model to do is that there are modalities 在那個 sorry 在那個corpheel 裏面 我們的身體會 break down and我們的mitochondria 會 take in then enable it to capture sunlight 你這個線粒體 需要葉綠素 去吸收陽光 將它轉化成能量 明白嗎 所以這個photosynthesis 這種photosynthesis compound 不僅在植物裏面 也不僅在植物裏面 也不僅在植物裏面 而是動物 即我們都可以 which then help to optimize mitochondrial function 幫助我們增加線粒體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本身身體很弱 很無力 很累 麥倫上面就說 你太陽倫 即你的solar plexus 是很弱 solar plexus 即是你的腎上線 你的胃 肝膽 皮膩 胃臟 這些位置很重要 但原來跟底輪都有關 因為底輪和肌肉 骨頭有關 所以你說 在這種情況 你發覺腎上線不好的人 我們會給他什麼呢 給他一種adaptogens 就是一種專門針對腎上線 幫你的電池打起那種植物 你聽到嗎 是植物 他們全都是植物 除了綠蓉 不是之外 但是絕大部份 比如說蟲草 你可以當它是植物 然後洪景天 人參 地王 熟 熟 即熟地 那種植物 因為它真的有一個改變 它有一個轉變 在生活中 所以令到身體會有所變化 改變是很好 只不過你的比例是怎樣 我經常說 叫大家吃七至十杯菜 但有些人 我叫他們不用吃七至十杯菜 好嗎 我先喝一口 為什麼要大家不用吃那麼多呢 有些人不是全部 現在部分人 我叫他們不用吃那麼多 譬如一個女生 她的胃口很小很小 她吃兩口 就已經飽了 如果她只吃完這些菜 她已經沒有胃口吃其他菜 她一天只吃七至十杯菜 其他必須脂肪酸 必須按基酸 要怎樣去吸收 這些就是需要去平衡 因為她的胃口真的有限 所以這些就是 你不如留一點點位置 吃一些肉 紅肉 因為你需要的鐵質 你需要吃一些果仁 因為裡面有很多好的油脂 還有礦物質 喝骨湯 最補的東西 等等 所以你是要去調節 因應個人的胃口 有一個我甚至跟她說 就是 菜可以吃少很多 因為那個客人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她之前吃生 吃了很長時間 吃到後來的視力也有問題出現 因為視網莫需要很多養份 是在動物組織裡面的 所以 因人而異議 但是綠色的東西 是一定要吃的 植物裡面的葉綠素 幫助我們增加能量 OK 我們繼續說 除了這件事之外 就是 我看過有一個醫生 他自己本身未學醫之前 他說他從小到大 他也有瘋狂 很小的時候已經是這樣的 他說他記得自己 很小的時候 就已經 其他小孩子在玩 和我兒子在玩 他一個人坐著 覺得很瘋狂 很生病 很瘋狂 很悲傷 然後 原來是小到四五歲 這件事 大家可能會覺得 喂 這麼小 他可能是 和一堂兒子不適合玩 未必真的這樣 但如果你想回頭 其實腦內傳導體 包括脫青素 和多巴胺 這些令到你 很多人很積極 很興奮 很多人很開心 很多人生意義 很樂觀 這些東西 其實和腸有關 你的腸 你的腎 你的腎 這些全部都有關 但要知道 我們腸裡面的益生菌 就是幫你 某程度上 是製造這些 這些腦內的 chemical 去幫你的 腦可以正常活動 但是為什麼一個四五歲的小朋友 都可以 會有depression 為什麼會這樣 原來 你想回頭 我們媽媽 我們媽媽 婆 甚至 再老一些 都已經在吃什麼 消炎藥 消炎藥 它會把你身體裡面 一大部分的益菌殺死 它不只是殺害菌 它沒有GPS 它不會定位 我只是殺害菌 我不殺益菌 它是好菌 它壞菌 它什麼都殺 正如你做化療的時候 是癌細胞 健康細胞 都一起死 好了 你想想 如果你在 婆婆 媽媽 那代 都已經殺了很多 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 小朋友 繼承到的益菌 家族 已經少了很多成員 它不是完全的 所以為什麼 我和大家 一直在說 紅茶 很重要 要喝 水黑飛耳也要喝 一兩個不同的菌種 我一直強調這些原因 就是因為 你並不是 你有沒有吃燒鹽藥 因為你現在不吃 你知道你說 燒鹽藥沒有什麼益 我真的不去死到臨堂 我都不吃 我明白 好 但是 你人生裡 你總是吃過的 你媽媽也有吃的 就算你這輩子都沒有吃過 你媽媽 你婆婆 你媽媽也有吃過 變成你繼承到的菌 已經少了很多 現在的科學家 尤其在醫療方面的科學家 他們是要去到一些原住民 譬如草原裡面 森林裡面 那一堆的原住民 是沒有吃過西藥的 是問他們拿他們的糞便組織 拿他們的糞便去培育 那些已經在都市人身體上 找不到的菌 我知道很多人 我經常收到一些訊息 女王你會不會買菌帽給我 菌膜 我想解釋一點 其實你們那些菌膜 是紅茶菌老化之後形成的 菌膜的大小和肝的大小是一樣的 但是它是老化了 而變厚 其實它已經不太活躍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其實菌膜沒有什麼特別大的作用 它很厚 它可以很大片 但是它已經不是很高的活性 而且你會看到裡面有些剝落 有些一層層 但是它還沒有用 它還是有用 但是它不是很高的活性 我們做的 我是跟實驗室買的 我跟你們說過 我跟一些實驗室買 是乾臭的一條肢管 就是凹凸的光癮 就是一個紅茶菌 的菌膜 是開的 Tru ¨ Zu多買 那些 是我們再用暖水 把它새 comeback 幫我復活 back 那些就是100% 如果你用放大鏡看 你要看它的活性分別 如果你是同 cuarto課 如果你是對自己自己家中養 那當然不要丟掉它 不要約 Diet 你kook·零子都可以 但是如果我不斷 Montau 它那個力量會越來越弱 是真的 所以你自己 bear in mind 所以我自己就是每次發酵 我是用一條乾的純種的母菌 發完之後 它一塊很厚的出來 發完一乾淨 我們就丟掉了 再用一次一支新的 所以因為始終是賣給別人 我們要保持最高的活性 分別在這裏 我們繼續說 如果你本身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本人 是有瘋狂的話 你要留意就是 你真的要多吃一些深綠色的蔬菜 有這麼綠得這麼綠 就是我們說芥蘭 你會選擇芥蘭 over 娃娃菜 你會選擇做什麼綠的菜 菜心 例如 盡量不要選擇 不是有機 非有機 要選擇有機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是洗得乾不乾淨 是這麼簡單的 因為其實泥土裡 它本身已經吸收了很多農藥 在植物的根部吸收了整棵 它根本已經不是外面表皮那一層 所以你盡量選擇有機耕種 有機耕種不只是農藥 它包括植物本身的養分也會高很多 因為有機耕種 代表它用的肥料也要有機 所以會爭很遠 所以如果本身已經有瘋狂 你要留意就是 第一 多吃很多深綠色的有機蔬菜 第二就是 多吃很多蛋黃 黃 暗筋蛋 就是曬太陽 多點維他命D 還有你知道你的光線接觸到你的瞳孔 接觸到你的皮膚 你身體產生的ATP能量會多很多 那些發覺有瘋狂的人 是無精打掃什麼都不想做的 他是沒有力的 他也不會對其他 例如出去玩 去派對 有人叫他不想去 他可能連男女之間的活動都沒有興趣 因為你的身體已經進入了一個冬天 好像一個寒冬 你想想用什麼去揉雪 就是透過陽光 透過太陽的力量 所以其實我現在做研究 那一個小時內 我一部分的時間是留來做療程 而那些療程其實我就是用一些 我的工具是神父發明的 我自己是教徒是不是 但有沒有衝突 沒有衝突 是完全沒有衝突 神父發明一些跟光學有關的儀器 我現在用來幫客人做 那這些東西叫做什麼名字 你可以搜尋的一個叫ABY MERMED 是RADIASTHESIA 是PURLY SCIENTIFIC 這些儀器能夠ALTER 即影響你的手放出來的BIO PHOTON OK 默輪其實是光來的 默輪是光 你身體不同的部位都在散光 所以氣象這件事是真的 是measured 我們看到的 我們看到的光線和看不到的 包括RADIO WAVES MICRO WAVES 軟紅外線 或者紫外線 GAMMA RACE COSMIC RACE 那些不是人類的視線 但你的身體是放著這些光 而這些光 比如軟紅外線 對什麼很有用 對肌肉痛 對發炎很有用 我有一些工具 我說神父發明的工具 這是瑞士的神父 那些工具 你可以透過它不同的角度 它裡面有磁石 它就能夠影響到你的手掌放出來 因為每個人裡面 我們都是粒子 粒子狀態會產生光 那我就會影響放射出來的能量 所以我就 比如你們躺在這裡的時候 聽著調頻 調頻本身就是你身體現在弱的一個頻道 當然 然後做這些 比如針對DEPRESSION的話 那個光會是紫色的 還有白色的 白色其實包不了七種光 由700到400 一個光譜都齊了 但是紫色光 因為它特別針對 這個默綸 叫做微心綸 微心綸裡面的東西 叫做Penial Gland 叫做蟲果體 蟲果體是受到什麼 的光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DEPRESSION的話 或者你朋友有 除了叫它吃深綠色的蔬菜 吃蛋黃 然後曬太陽之外 淋睡的時候 做一個小小的茶粥仔 淋睡 關掉所有燈 那茶粥仔是真的光 不是電的 是真的燭光 然後 眼睛放空 看著它 其實你的目的是 是想透過那個瞳孔 吸收這種 真的有溫度 有生命的光 去刺激到蟲果體 調節 OK 那當然你躺在這裡 我幫你做一個 是令到你可以睡到 令到你那個 啟動到你 增強到你一個微心綸 OK 那這些就是 你的能量 OK 你身體七個能量中心 掌管你不同的系統 例如心輪 掌管的是心肺功能 OK 好了 還有些什麼呢 例如人的肩膀經常 寒背 縮埋 肩膀痛 背痛 濕疹 皮膚敏感 敲喘 氣管不好 都跟心輪有關 心輪的光是綠色的 是人類視線光譜裡面 好了 你說我增強我的心輪 當然你有很多方法可以做 但是 光是你的細胞直接吸收 拿來用的 而我接下來 我真的講默倫的時候 我會專題講 為什麼默倫是真的 是能量化到的 還有這個也會引用 愛因斯坦說過的 A spooky action in distance OK 愛因斯坦是科學家 這件事是他也解釋得到的 其實 但是現在 quantum physics 是解釋得到的 為什麼能量治療 是沒有時間空間的距離 沒有一樣東西的影響 因為它跟光的粒子有關 而人本身不同的部位 是散發不同的光線 這些都是 Again 全部量化到 是探測到的 OK 先看看你們有沒有問題 OK 吃蛋多少有限制當然沒有 蛋是一點限制都沒有的 OK Alan說得很好 就是 之前我說的那個客人 他的眼睛有問題 因為他吃了生太久 因為有一種叫lecithin 在蛋黃裡面 因為和視網膜很有關係 還有維他命A 維他命A 譬如你蛋黃裡面有 紅蘿蔔有 另外有一種油 叫做紅棕類油 red palm oil 裡面都有的 red palm oil很棒 除了有維他命A 之外也有維他命E OK 而他飽和脂肪也相當高 所以他可以用來煮食 他也可以進入你的身體裡 令你自然地生成維他命E和維他命A 所以是一種不可多得的煮食油 你也可以臨臉 OK 好了 我們也說多一點點 關於草藥的方面 OK 那譬如你本身 已經在吃中 新綠色蔬菜 譬如我打菜汁喝 魚衣金藍夠綠 是否夠綠 是否深綠色 然後我晚上臨份 看一看蠟燭 讓我的視網膜 吸收那種有能量的光 OK 進入到從果體調節 我告訴你這個方法 是印度瑜伽的一個清洗法 就是叫做清洗法 但是你說 咦 為什麼印度瑜伽四五千年歷史 他會說這些話呢 但是有符合變金科學 因為從果體的確跟光線有關 你想想我們人類 為什麼日頭見光會起身 晚上入黑會眼睡 因為光令到我們的腎上線素分泌 而入黑會分泌 退黑激素 現在人們都亂了 藍光令到我們的蟲果體 退黑激素的分泌亂了 所以臨份不要看電話 大家都這樣說 但是藍光的影響 你可以透過我剛才說的方法 就是透過望蠟燭去對沖了它的影響 OK 另外有一些補充劑 一個叫5-HTP 還有 Tryptophan 就是一種 這兩種東西 是形成 Serotonin 血清素的原材料 OK 不需要醫生開肥 你就這樣去健康用品店買到的 5-HTP 還有Tryptophan 例如有些客人 我檢查了他的微心鈴是弱的 他的症狀往往是睡得不好 而且情緒會有大的起伏 不平穩的 我想說 有些東西應該要割 我們其實應該要割什麼呢 我們要割飲 現在外面的 就這樣打開水喝的水 因為外面我們就這樣喝的水 它裡面不是有Fluoride Fluoride 你會 很多人知道的東西 Process一種抗擊骨的藥 其實它本身是Fluoride base OK 這樣 這個東西 你吃了下去 你會發覺你怎樣 這個人會困難 你會麻木 你會覺得你對什麼都提不起勁 好不好 都沒有什麼反應 所以有些人有陰謀論 就說 為什麼我們政府 世界各地都會放這麼多 Fluoride Fluorine Fluoride 叫做Fluocytin 是Process 它本身是Chemical的名字 它是會 Fluorine 和Fluorine 你的反應 令到你的人 好像那些心跳舞 會這樣跳 令到你很平 對什麼都沒有什麼 你本來很喜歡的東西 沒有反應 本來很討厭的東西 沒有反應 即是喪屍化 簡單來說 你想想 我們的水裡面有很多 所以有陰謀論 政府就想我們對什麼都沒有反應 即是不關心什麼都不關心什麼都不理 包括的止痛藥 止痛藥的基礎 其實都是Fluorine Fluoride 所以牙膏不要有Fluoride 水裡面也不要有Fluorine 因為這東西都會影響到你的蟲果體 你的蟲果體 如果它本身不健康 它會影響到你的睡覺周期 影響到你的情緒 而這東西古印度已經知道 所以它會叫你 晚上在睡覺看蠟燭 為什麼不要有其他的光 因為其他的電燈 是沒有生靈的 但是蠟燭是有的 那你看十、十五分鐘 你可以放一些輕音幕 令自己很舒服 然後放鬆個人 然後一直看著 你不是要用力的 要用力的卑鄙 你放鬆 即是有人放空了 聽著歌 你想什麼都沒有所謂 讓同行吸收有生命的光 因為你不能夠真的看著太陽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讓身體吸收那種光 自我調節 OK 周圍不要有其他的光 因為你不想有其他的影響 其他的干擾 行不行 OK 那麼我下一集 就是下個星期六 就會和阿姐你布丁一起做 OK 我們就會多說一些 關於Depression可以用的草藥 Depression 我們的做法 除了就是 剛才那些建議之外 就是叫你要 多吃一些深綠色 曬太陽 但曬太陽之前 有很多膽固在身體內 OK 接著呢 就要避開 不要有Florine Fluoride的水 和牙膏 這樣 OK 曬太陽 在毒素的累積和Depression 是有關的 OK 還有就是 如果 你條件許可的話 進來 你第一次看到我是一個小時 但是之後那些 就可以半個小時 甚至15分鐘都可以 做Treatment OK 我就是幫你一次過 搞了你七個輪位 然後你哪個需要什麼 加強 我會幫你加強的 OK 包括鬼佬點月 OK 各方面 總之我認為會幫到你的 譬如說 對程序有關 花精療法 Bug Flower Essence OK 接著 水晶 針對麥倫的加強 接著 那些Radio Estic的Device 幫你局部放光 鬼佬點月 等等 OK 所以如果是沒見過我的 就第一次一個小時 之後你開半個小時 或者15分鐘 也可以 OK 那我就想大家 可以在不用吃太多藥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舒服到 Davin說 每次做Candle Gazing 都看到很眼眶 是啊 沒錯 對 接著Danny Young說得很好 第六個麥倫 微生倫 其實它不是熟火的 它是沒有五行的熟性的 但是的確 它看直陽是對的 日出 直陽 還有Devin 我上次教他啤蠟燭 都是會令到 重果體分泌 退下激素 改善到抑鬱症 所以我們的聽眾是非常有水平的 OK 今天講到這裡 我就下去吃點東西 接著我就會 再上來做事 大家努力 如果知道有朋友 身邊有人是有抑鬱症的話 把這條影片分享給他 好嗎 那就提一提大家 2月18號開始 就到3月10號 就會幫大家做這個 麥倫的遙距治療 請大家 將自己一張全身相 拍完之後 A科紙拿上來 我們銅鑼灣 白德新街 50至56號 唐寧大廈1A 背著寫你的名字 還有你想增加哪一個 麥倫的能量 我們會免費幫你做的 OK 我是當作 幫我爸爸做功德回向給他 這樣 OK 你不需要特別做些什麼 你如常吃飯睡覺 那幾天 你盡量避開 不要喝酒 還有去做一些太消耗的事情 OK 就是這樣 沒有其他事情 好嗎 放鬆心情 我會幫你增強你的麥倫 你不用理我幾點鐘做 沒有影響的 OK 你做什麼都沒有影響的 你在巴黎 我在香港 還是你在巴黎 我在泰國 都沒有影響的 正如我幫你們檢查麥倫 你都不需要在我面前一樣 OK 因為這個就是 奧斯坦所說的 A spooky action in distance OK 這個科學的根據 我之後會再專門講麥倫的時候 我會再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麥倫是完全科學和宗教無關 還有沒有什麼都宗教化 OK 因為如果你相信有全靈的上帝 所謂都是他創造 那怎麼會是邪惡的呢 而我用的器材 當中都有很大部分 是一個瑞士神父的發明 OK 所以 很多時候我會用客人的信仰 例如你說你是天主教 我和你一起坐下 祈禱都沒有問題 OK 也是那句 你的身體很重要 你的身體發福守之父母 你要好好照顧它 OK 你的身體會陪你走到最後一步 所以你一定要對你的身體好 你的身體尊重你有宗教 我也尊重你有宗教 但是不要所有的東西都會宗教化 OK 因為 可以的 Joyce 你可以傳送的 一張全身相 我們幫你刷 如果你真的在新加坡 沒辦法 OK 還有看一看 最後一句 如果你在外國 但是你想找我做研究 唯一做不到 就是我說我一部機 拿了世界十項八項專利 它是你坐在那裡 幫你探索 你的大腦 傳到身體周圍的訊息 OK 還有訊息的回饋 那如果大腦傳到訊息是弱的時候 你可以相信你的器官都不會強到去哪裡 然後你可以躺下 戴著一個 headset 幫你調整你弱的那個頻道 如果你是在外國 你就做不到 做不到這個探索 做不到這個 Bio Tuning OK Sound Therapy 即是銅鑼肉 或者種撥那些 你如果不在現場 我可以照樣打的 但是你不會感覺到的 但是其他的Distance Healing 是沒有分別的 距離影響不到效果 OK 我剛才有個客人跟我說 他說 因為我們現在買滿一個相當的金銀 我們會送一個Distance Healing給他 他說 難怪我一直都睡不到 但有一晚我睡得很好 很早就已經很晚睡 上床睡 第二天你同事跟我說 你就是那晚幫我做 OK 因為這跟光的粒子有關 跟空氣有關 所以你們等等我將來講 這個麥倫的科學原理的時候 你們就會明白了 好嗎 OK 如果你是搖它的話 即是你在新加坡 或者你在世界各地 其他地方 你想做Consultation問題的 我可以幫你做 你的麥倫 你七個麥倫 我可以幫你Distance Healing 去做不同的Balancing 都做到的 包括痛症啊其他東西都可以的 雖然是一樣的 是沒有距離的影響 只不過就是剛才說的那部機 是那部機 和聲音自然非常長 你才能感覺到震盪 和接受到那種Bio Tuning 好嗎 OK 所以今天就講到這裡 拜拜